你好 你好 他叫做Hose 南美鳥來的 品種是鷹頭鷹母 他總之是沒有時靈的 這個人 好煩的他 要經常帶出去還是要經常帶出去 要經常帶出去 因為有某些品種的鷹母 尤其是比較細身的鷹母 大家都知道 他又比較容易惡的 他的脾氣 他帶定了是會惡的對人 所以你明知道那些品種是有這個問題 你就小隻的時候多些帶他出去 多些被他接觸人 我就盡量鼓勵他濫膠 哈哈哈哈 其實每天早上都帶他去行山 保雲徑 他五個月大到的時候就來我那裡 壽命可以六十左右 金剛是過百的 所以人家養這些之前 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很多時候 是的 還有你除了想定 自己有沒有時間照顧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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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那怎麼辦 有時這些鳥如果癡慣一個主人 主人不在這裏 你走三個月回來 只要是可以剩下頭 整個身都沒有毛 他又跟著我老公 又跟我兒子 又跟我工人 我鼓勵他多些人跟 如果我不在這裏的時候 我走開了 都有人臭 現在 不讓你帶我閘 現在家裡是最容易搞的那隻寵物 就是在冬眠中的蜥蜴 算你有牠 最容易搞的就是牠現在冬眠了 什麼都不用管 現在家裡最慘的就是兒子那隻狗 兒子那隻 因為兒子平時跟牠操得很厲害的 一下子就半山 一跑就跑去北角 跑去太古城 就是跟著跑回家 這樣來操法的 那隻狗變了Iros Weissnerger 那牠不在香港了 現在還在上面拍攝 已經兩個月了 那隻狗開始變豬了 那些肌肉溶了 就是我都不是給牠多東西吃 只不過牠真的那些肌肉溶了 我家裡都有撿過樓梨貓回家 這樣養得不錯的 現在家裡我們那隻樓梨貓 就叫做海味貓 因為海味街汁的 那牠你家裡只要有海味就不要擺出來了 牠永遠不理你什麼膠袋 牠都可以想到的 很快 你如果擺包鱈魚絲在那裡 不用半個小時就沒有了 其實我們除了奧洞區之外 我自己的基金 就近來都很忙想 看下怎樣向香港政府去 叫牠們實施多些小罷 就是嚴重一些的陷阱 除了刑罰是拘捕那個方法 就是你怎樣怎樣之下 是覺得是可以拘捕呢 就是這些會不會那些證據 那些方面是 看看怎樣可以接受 是高一些 還有我都很明白的 香港政府過去這年多 都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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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望 那所以要牠們 和我們真是發燒動物的人 有這麼發燒去重視這方面的東西 就比較難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 多些去發聲就會有個影響